作者 白日放歌 演播 穆斯韦 墨语津津 374集 哼 我不爱喝甜品 还是算了吧 张凡说罢了 又觉得有些不妥 便又说 哼 是有一部分甜品我不爱喝 你在哪儿啊 我在世贸广场这边 于希的声音里透露出了一丝的沮丧 她的家族算得上是平山市数一数二的家族了 而且于希长得颇为漂亮 自从的成年以来都是别人围绕着她转的 很少有人会拒绝她 都是她拒绝别人 如今被张凡拒绝 于希的心里自然是不舒服的 行 那你等我 我马上过去 好的 见张凡答应了要过来 于希的心里这才舒服了一些 挂顿电话之后 张凡便出了寝室 打了个车子 直奔 世贸广场 刚刚下车 便见到一道靓丽的身影 朝着张凡的方向挥手呢 张凡也是挥手示意 今天的于希 穿了一件微微有些紧身的蓝格子连衣裙 性感之间呢 又不是典雅 才配合她那精致的五官 简直是美极了 张凡到了于希的身前 尴尬地笑了笑 你好 于希 你好 张先生 于希甜甜地笑了笑 也不知为什么 看到张凡 她的心情啊 轻刻间就变得爽朗起来 那个 刚才 不爱喝就是不爱喝 我喜欢你的直率 那边有个茶馆 咱们去喝茶吧 于希指向了东北角的一个茶馆 张凡见了点头 好 咱们去喝茶 随后两人便到了茶馆 点了壶茶 边喝边聊 我是从清灵那里知道你的电话的 给你打电话 有些冒昧了 没事的 张凡无所谓地摆了摆手 两人都是同龄人 聊了一些关于学校的事 便疏络起来 刚刚喝完一壶茶 于希的电话忽然响了 她拿起来看了一眼 眉头一皱 脸上浮现出了一抹不耐 而后 直接便挂断了 但是 她才刚刚挂断 电话紧跟着又响了 于希再次挂断 这样的事情 接连发生了三四次 如果有什么事 你就去忙你的 别耽误了呀 没事 咱们聊咱们的 和张凡说话的时候 于希之前那阴沉的脸 浮现出了一抹淡淡的笑容来 与此同时 于希更是把电话 直接给关了机了 把手机关了 省得打扰咱们聊天 她把电话放在一旁 中张凡又说 张凡 我对你很好奇 好奇 有什么好奇的呀 我的事 我爸都跟我说了 你这么年轻 就能打败人人害怕的恶鬼 而且 我爸还说 你的相补本事也非常的强 这世界上 没有什么事 能瞒过你的眼睛 你是怎么做到的 这个就和咱们上学一样 你学的多了 而且还足够努力 自然而然就会了 不过 在这个过程里 无非是有些人天赋强 有些人天赋弱罢了 天赋强的学的快一些 而差的就慢一些 那你不害怕那些恶鬼吗 于希的大眼睛眨眨眨的 看向张凡 继续问 这个嘛 刚开始也怕 不过见得多了 也就习惯了 也就没什么好怕了 张凡笑了笑 又说道 你也不用太过好奇 这也没什么可好奇的 就像你生在富人家里 很多人都会好奇 你们富人的生活 是什么样的 其实啊 你自己心里很清楚 你的生活 和别人的生活 也没什么太大区别 这都是 这时候 外面忽然传出了一声急刹车的声音 一辆黑色的福特野马 停在了茶馆的门口 而后 便见到一名身着潮服 身材重的 头上打着发胶 带着蛤蟆镜的男子 从车上下来 另外 他的身旁 还跟着一个 五大三粗的汉子 潮服男子进了茶馆 私下搜寻了一番 而后 便把目光定格在了 和张凡辽的郑欢 笑得花枝 招展在鱼西的身上 他的眼神里 不由闪过了一抹怒涩 接着 便快步 朝着鱼西的方向 走了过来 感受到身旁的动静 鱼西猛地回头 看到潮服男子 他的眉头紧紧地皱起来 满脸都是不悦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 要找你 那还不简单吗 潮服男子冷哼了一声 下意识地 抬了抬手中的手机 你定位我 你是我的未婚妻 怎么着 我定位你不行吗 谁是你未婚妻 鱼西狠狠地一拍桌子 与潮服男子针锋相对 你 哼 你别忘了 你爸是怎么说的 你爸可是已经答应 把你许配给我了 我爸什么时候 把我许配给你了 那天你和你父亲 去我们家说清 我爸是怎么回答的 这东西顺其自然 得看缘分 能不能走到一块 得看咱们两个 投不投缘 我爸说完这话之后 我已经跟你说了三次 咱们不可能 咱们就是好朋友 你听不懂我的话吗 听到鱼西这话 潮服男子一时是 无言以对 而后又坚决地说 你 你爸就是把你许配给我了 你现在居然背着我 偷汉子 还不接我的电话 你要不要脸呢 听到潮服男子这话 鱼西是瞬间大怒 一巴掌 便要扇向潮服男子 但是鱼西一个弱女子 怎么可能会是 潮服男子的对手呢 她一把 便抓住了鱼西的手腕子 你放开我 我就是不放 哼 你个偷汉子的臭女人 两人这边的动静闹得颇大 所以 茶馆中的不少人 都是围拢了过来 并且 在一旁 只指指点点 感谢你的收听 喜欢的话 请记得点赞留言 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